幫我們看一下中間,布凱貝先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因為你擔任鴨手 那你跟當地的一些學者有些合作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嗎? 大家可以期待嗎? 其實因為這一次我在淡水是獨家在淡水這一場 我跟俊一哥都是 對,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想法 想要在這一場演出表現給大家看這樣子 那我也會帶來我的新專輯的新歌 在這個跨年首唱 對,所以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那個主持人都是演藝歌三期 然後是不是也會帶一些演出給大家 哈哈哈哈 我們即將看到板凳樂團在這個跨年盆末登場 因為我們成軍 你拿就好 因為我們成軍也一段時間一直找不到適合的機會 就是搖滾一下 終於在兩位天王歌手的面前 對不對 當天就請你們承讓 好 承讓 承讓的意思是 承讓的意思是 我們是 音樂人在台上就是要較勁嘛 但我是對啊 會怕傷到你們 沒有,我怕你自找死 好可愛 沒有,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就喜歡音樂 然後每次可以有機會表演就很開心 然後這一次可以校長兼敲鐘更開心 對啊,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到淡水同樂 因為我今年是從戲劇跨組到歌唱 然後也很開心在這次跨年就有機會 就是帶來我的新歌給大家這樣 對 對,而且你知道今年為什麼會比去年前年要精彩呢 因為今年有我們 我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好像是這樣 對啊 以前還好啦 也不錯 也不錯 今年會更好 因為有我們 兩位應該都是跨年的熱門人選 謝謝 想要獨家就是獻給新北 當初有做很久的決定 其實沒有耶 因為對我來講 可以在台北跨年 新北跨年已經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尤其你看 這麼早就可以回家 看完煙火就可以回家 這是多麼棒的一件事情 對啊 我的考量是因為這邊 比較早結束 我後面可以再去喝一些 你們考量都很現實耶 對啊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覺得這一次特別開心的 就是那個煙火是 在那個河岸邊 而且是一山一四那種 就是非常浪漫的感覺 我覺得在這邊 看煙火應該是 你要帶齊姊去嗎 齊媽可能也會去 你確定嗎 應該齊媽可能會 最想帶我的皇太后 你知道女兒上輩子情人 全家一起帶去 OK 讚讚讚 水水 明年有沒有什麼樣的規模 明年我會回到高雄去辦演唱會 然後建議這個月就是 會上數位我的新歌 對 新專輯 因為這半年然後就連著 滿多的國際大學 那心情上 其實我 因為得獎是導演啦 然後我只是覺得 余有榮焉可以跟他一起 這樣子到國際 然後讓全世界去聽台語歌 我覺得還滿開心的 對 分享一下明年的規模 明年呢 明年預計還是會繼續推出音樂作品 然後戲劇作品 也會在明年露出 那今年 因為 有音樂跟戲劇的作品都有在拍攝跟 那個籌備 所以像拍攝的東西可能明年就會露出了 所以希望明年就可以讓大家看到 各個不一樣面向的我這樣子 對 不犯我了對不對 對 對 我想說怎麼都還沒讀過來 怎麼唱 挺好囉 很可怕喔 明年沒什麼規劃 但是現在我的電影BIG 正在熱運中 請大家去支持一下 對對對 這樣算宣傳嗎 還好啊 還好 可是 剛剛富凱說12月要發片對不對 我7月底其實也有發片 哈哈哈哈 那我12月8號我的新歌已經所以上架了 耶 這一段應該是會被剪掉的 欸不要剪啦 很好看耶這一段 就傳完了謝謝 另外一首也要快發 另外一首也快發了 大家拜託所遇一下我的IG 自己Google量書 謝謝 下 我們在台上有衣服就是聲音可能出狀況的時候 聲音出狀況的時候難免吧 我最怕的是冬天 有一年跨年我真的是燒蝦 對那還是要硬唱 有沒有什麼撇步 吃什麼還是喊什麼 完全沒有 沒有 燒蝦就是燒蝦 靠實力 對 可是燒蝦其實也是可以唱 就是可能會有瑕疵 降Key 我們燒蝦也沒有瑕疵 你要喝很多吧 哈哈哈哈 我們唱出來就是好聽的 啊 我們就等著看 漂亮啦 你如果有瑕疵我拿著跳出來 你跳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 不要忘記 哈哈哈 OK 新人預想你們當天會有多歡樂 真的很歡樂 等一下 但是我要平反一下 我剛剛開了五月天的玩笑 是因為我覺得五月天假唱這件事情 是個笑話 嗯 他們怎麼可能假唱 嗯 我自己那個平反一下 免得被嚇 不要嚇人可怕 所以可以開玩笑 是因為我認為這件事情 真唱真唱 當然是真唱 對 真唱 片團 對 大家互賞一下 互賞 好 歌唱實力到年底 我們其實是這樣開賞的 對 我們都用歡樂的方式開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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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